我们提到吃其实跟信仰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 这幅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幅很大很大的油画里面 看到了一样重要的我们每一天几乎都会吃到的食物 找找看在画的哪里 有人如果眼睛很快的话应该找到了 其实在这个画的中间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阶梯的下方 有一个老太太 她穿着这个蓝色的袍子 然后呢头上带着这个白色的头巾 她的左脚边有一蓝东西 如果往这一栏东西里面仔细看呢 其实它这一栏东西里面呢 它是一颗一颗的鸡蛋 好这幅画呢也是一个用吃来展现信仰 把吃跟信仰做了很紧密的关联的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叫做圣母参拜神殿 如果大家有听过一个威尼斯画派 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这个地方 他们形成了画家们形成了一个画派 叫做威尼斯画派 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画家叫做提香 那提香呢他画了这一幅画呢 目前是放在威尼斯的学院美术馆里面 这个学院美术馆好漂亮哦 它其实啊就在威尼斯的大运河的旁边 所以最浪漫的这个参观的方式呢 就是搭着这个凤尾船或者是搭着汽船 然后呢很悠闲的停到这个威尼斯美术馆的这个前面哦 然后呢慢慢走进去就可以参观这个很重要的 保存了很多世界重要名画的地方哦 好了我们回到这一幅画本身哦 我们看到其实这老富人的他的脚边呢 是一篮鸡蛋好了我们现在看的这局部看得更清楚了 好了这一颗一颗的鸡蛋 哎这个跟宗教有什么关联呢 为什么这一幅画呢又会叫做圣母的参拜哦 这是一幅布面油画它的尺寸非常大哦 大概有335公分乘上775公分 是跨越整个墙面哦 是把一个大厅的这个墙填满的 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右边哦 画面的右边有一个小女孩有没有看到 然后这小女孩呢 她的这个头上啊身上啊 哇充满了这个圣光 然后她缓缓的走向这个阶梯哦 这里描述的描绘的小女孩呢 是一个三岁的玛利亚 也就是呢圣母她在小时候哦 那这边的象征呢 就是她缓缓走上去一副圣洁的样子 象征她之后呢会无染受孕成为圣母 好啦 那这个下面的老妇人 有没有看到这个小女孩脚下 马上坐的是一个老妇人 哎如果你发现就是仔细去观察哦 他们两个穿的衣服哦都是蓝色系的 那在这个绘画里面呢 这样子的蓝色哦 我们称为圣母蓝 也就是圣母玛利亚哦 她如果在绘画里面出现 多半都会穿着这样子的蓝袍子 那这个老妇人呢 我们刚刚提到她卖的是鸡蛋 对不对 其实鸡蛋呢 就是这个蛋会生小鸡 是一个生命的开始 所以这个老妇人所卖的鸡蛋 鸡蛋呢 也是这个生命开始 生命的象征 在这幅画里面 她就象征了这个圣母玛利亚 她小小的时候 对不对 她登上这个神殿 之后成为无染受孕的圣母 然后呢 她会童真受孕 那这个鸡蛋呢 有很多很多的象征意义哦 你看她圆圆的 对不对 她其实象征了完美 象征了重生 我们刚刚有说过 圆形 它是一个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的形状 然后呢 它也是白白的 非常的纯净 有始有终 没有终点 没有起点 其实有终点 也有起点 每一个地方都是终点 也是起点 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呢 你就又可以想象 除了洋葱 除了这个鸡蛋 其实呢 好多好多的食物啊 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 然后呢 也都跟信仰 有非常重要的连结 诶 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又是鸡蛋了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餐桌 这张餐桌 大家看到了什么 我们仔细看一下 你会看到两个鸡蛋 然后呢 挂着这个咸鱼 然后呢 画面的右边 有一个这个杵 可以磨的 对不对 这个杵跟旧 还有两根这个洋葱 这个不是洋葱 这应该叫做青葱 好 这个餐桌 看起来就不是一个 很富庶的餐桌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是大鱼大肉的 可是呢 这边是咸鱼 甚至没有肉 只有菜 好啦 这一幅画 它叫做摘风旗的菜单 什么叫做摘风旗呢 其实呢 每一年在复活节前的四十天 就是这个天主教徒 他们所谓的摘风旗 那摘风旗呢 在这一段期间呢 信徒们 他们必须呢 遵守非常严格的生活纪律 不要大吃大喝 用严格的生活纪律 还有控制口腹之欲 来执行这个摘风 这个动作 因为呢 这一段四十天的摘风期间呢 他们必须要 清心寡欲 洁净这个身体 洁净心灵 来迎接 复活节的到来 好 那这幅画呢 是画家夏丹 他在十八世纪的作品 是一个进物画 他画的就是 摘风旗的菜单 所以 这幅画现在是收藏在这个巴黎的罗浮宫哦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会知道咯 诶 摘风旗 信徒们吃的是什么 对了 就是这个有象征 重生生命意义的鸡蛋 对不对 有始有终 完美的 洁白的鸡蛋 还有呢 跟宗教 这个基督教 息息相关的鱼 对不对 五饼 二鱼 鱼呢 也是耶稣基督的象征 好 那还有这个菜 这个青葱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哦 摘风旗的时候 我们不能大鱼大肉 对不对 尽量需要吃蔬菜料理 那这个储跟旧呢 有没有看到画面的右边 有一个岛储 还有一个旧 这个储跟旧呢 它是一个食 在厨房里面的器具 对不对 它其实呢 也有很重要的宗教象征意义哦 也就是 我们在用储的时候 是不是不断的磨 不断的这个环绕 然后呢 你要很静下心 透过长时间 重复的动作 你才可以把储里面的东西 磨成泥 那这个重复的 静心的 然后长时间的这个动作呢 其实就是一个宗教 为对教徒它的期许 你必须要磨炼心智 然后呢 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好啦 所以我们讲到鸡蛋哦 事实上呢 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呢 跟吃 就是把吃跟信仰 紧密相连的一样食物哦 除了洋葱之外 鸡蛋也是很好的例子 大家有没有在画面上看到 这一个 五彩缤纷的这个 糖果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鸡蛋型的糖果哦 意大利人呢 会在复活节的时候 买这个鸡蛋型的糖果 它其实是巧克力 他把巧克力做成一个好大好大的鸡蛋 然后用彩色的纸包起来 像是礼物一样 然后互相呢 送给 亲朋好友 那在复活节的时候呢 送蛋 我们刚刚讲到蛋的象征意义 现在你就懂得啦 为什么复活节要去寻找彩蛋 对不对 复活节要吃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超大的蛋哦 这个彩蛋 然后它上面写chocolato puro 就是这个蛋呢 它事实上是做成一个巧克力型的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塑胶的模子 然后里头真的装了一些那个玩具呀 小就是小东西 很像我们吃那个建大惊奇蛋的感觉 然后呢 意大利人呢 他们会在复活节的时候 把这个蛋呢 用彩色的纸包起来哦 然后送给亲朋好友 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复活节的意义之外呢 也迎接春天的来临 那这样子的复活节的蛋呢 我们叫做 Uovo Pasquale Uovo呢 就是蛋的意思 Pasquale就是复活节 那大家有没有喝过蛋酒啊 不晓得 有没有人呢 会做蛋酒 其实这个蛋酒呢 也是一样非常古老 非常传统的食物哦 在现在的意大利人的心里面哦 他们呢 把这个蛋酒当作一个非常营养的 补给圣品 就是运动员呢 他们大量消耗体力之后呢 他们就会喝这个 Vovovo蛋酒来补身体哦 那在意大利中部有一个地方 叫做佩鲁甲 佩鲁甲地区呢 有一个山上的圣母玛利亚修导院 你看啊 圣母玛利亚又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它跟蛋又再一次展现了这个紧密的关系啊 好 那这个蛋酒呢 如果你想要做做看哦 Vovo老师教大家 它的配方 你可以用鸡蛋 但是不是整颗蛋哦 是蛋黄十颗 然后你要乘600公克的砂糖 大家一定会觉得 哇 这个糖量也太多了吧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在没有冰箱的时代啊 不管是砂糖啊 盐啊 它们都是很好的防腐剂 所以准备好了鸡蛋 还有砂糖之后呢 你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加一些牛奶进去啊 那最重要的呢 我们要把它做成酒之后呢 就要用95度的这个食用酒精 如果没有买到食用酒精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福特加 它是一个浓度很高 酒精浓度很高的这个烈酒 你可以用福特加来代替 那还有一个呢 叫做马沙拉酒 这个马沙拉酒呢 是一种氧化了的葡萄酒 它有很特殊的风味 好 那最后呢 它重要的食材就是香草夹 那你用这个配方呢 把所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 稍微盛放一下 就可以变成淡酒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的做法 就是我刚刚说过哦 你用这个好大量的砂糖 来混合蛋黄 然后把它搅成鹅黄色之后呢 再倒进牛奶 最后呢 搅一搅混合均匀之后 再加进一半的马沙拉酒 然后还有香草夹 那把它们混合煮滚之后放凉 放凉了拿出这个香草夹 最后加住 加入这个食用酒精 或者是用福特加代替 那还有另外剩余一半的马沙拉酒 你可能就会好奇啊 为什么这个马沙拉酒 要分成两份来放 因为酒啊 在煮了之后 它会挥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马沙拉酒 可能透过这个煮滚之后 它的味道会比较淡 我们保存的 另外一半的马沙拉酒呢 就在第四步骤 把它加进去 让它增添香气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很标准的 Volfe蛋酒 也就是中世纪就已经有存在的这种 用蛋来补身体的食疗的这个概念 一直延续到现在 很好的展现